想说一说,有时候放纵自由就会失控 很多企业都会失控 如果你不去监察它,它就可以乱去做一些 以利益为重,以赚钱为重,什么都是以钱为目的 比如辉瑞,辉瑞做了什么呢? 当然,大家知道辉瑞是其中一间製造疫苗公司 譬如福必泰和Biontech这些公司合作 疫苗暢销全球,香港政府也有买 原来当你一个製造疫苗企业 如果它在全世界疫情当中只是为了赚钱 而是没有一些社会责任 其实是挺糟糕的,我们看看辉瑞做了什么 我看到一段文章报道的观察者 他引述了国际消费者权益倡导组织 叫Public Citizen 早前有一份报告揭露到辉瑞和很多国家 签订的疫苗购买条款 其实也挺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有几点可以跟大家讨论 第一,举个例子他与巴西政府签约 其中一个条款就说 内容协议就是条款 不可以未经辉瑞同意评论 评论他与辉瑞的关系 也在辉瑞和美国和欧盟签的合同中 也包括类似的保民协议 另一点就是说 辉瑞有权 我卖疫苗给你,可以 不过你答应我 你不要接受其他国家的捐赠 这样也可以 巴西政府答应帮他买 辉瑞说可以,我卖给你也可以 现在全世界都在抢 不过你答应我,如果有国家捐疫苗给你 你要拒绝,你要跟我买 这个让我想起 我记得中国曾经想捐疫苗给巴西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但是巴西是拒绝了 我不知道背后是这个原因 原来他有一个和辉瑞背后的协议 第三,为什么有些不公平呢 原来辉瑞和很多国家签合同的时候 就是说 有个知识产权豁免 什么来的呢?就是说 如果 将来你用了我这个疫苗 有什么诉讼,索偿等等的东西 或者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 辉瑞就不会负责的 你们自己的国家负责 总之有什么诉讼不关我事 好,还有一点就是 好,另外就是说 如果将来发生什么合约糾纷 就要根据这个纽约的法律 通过私人仲裁去谈谈它 而不是公共的诉讼解决 就是你有什么事去法庭 将来不知道什么事都好 可能用了疫苗有人出事 有人健康有问题 总之如果类似的诉讼 你就不可以公开去法庭解决 只可以通过纽约的法律 通过私人仲裁 私下去解决 就是变成不透明 如果有什么事都不可以公开 另外呢 有些国家还要求 就是什么呢? 就是辉瑞要求 比如说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明尼加国 就是要抵押他的资产 可能是外国的资产 或者甚至乎要抵押一些银行的储备 或者是军事的基地 以及大使馆的建筑 对于这些国家 包括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明尼加 还有印度、阿根廷等等 如说辉瑞就说 我买疫苗给你也可以 签合约 之外还要你抵押 然后我才会考虑你买给你 那你会看到 原来这么多不平等的条约 是静静地签了 没有人知道 陆续现在开始揭发出来 所以你说如果抗疫是一个地球村的角度去看 整个地球是一条村 我们是同一条村的人 但竟然我们发觉有部分企业 私下和村民签了一些不平等条约 谋取暴利 以及保障自己的利益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辉瑞被揭发做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些资料就是 非政府组织人民疫苗联盟 有一个报告 其实类似辉瑞、Biontech、莫德纳这些药厂 其实他们平均 他们现在是每秒钟 是赚1,000美元 7,800港元 大概是 批评上述这些三家公司 而且他们卖的疫苗 是主要卖给一些富有的国家 那对于一些 发展中国家和不同国家 根本就不想卖 那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是合约 揭发了出来 那你见到 他们卖给 比如巴西可以的 有1亿的 但是每一个 是10元 但是原来 你看下去 他买给 欧盟 是卖18.6 一剂 卖给美国是最贵 19.5一剂 那就是说 它是大部分的疫苗 都是卖给 欧盟和美国 是一个高价钱 18.9一剂 18.9美金 应该是 但是他卖给其他国 秘鲁 贝鲁 贝鲁 哥林比亚 12元 巴西10元 阿尔巴尼亚 12元 但是 析数很少 50万 阿尔巴尼亚 巴西高一点 但哥林比亚 都是1000万析 多米尼加 800万析 秘鲁1000万 但是美国 欧盟 那些都是 欧盟最多 当然 2亿 当然人口是多的 美国是1亿 但价钱 你看到18元 19元 那就是主意力 它也是卖给这些国家 而不肯卖给发展中国家 好了 结果形成是怎样呢 现在呢 全球接种的疫苗 剂数 大概75亿剂 但是全球的低收入国家 和地区 有98%的人 还没接种过任何疫苗 即是发达国家 现在我们常说 起码都打七成八成 有些是九成 发达国家已经做到 但原来 大部分的低收入国家和地区 98%的人 是没有打到的 即是只有2%的人 是打了疫苗而已 那 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 那么 辉瑞呢 它供应了95个国家 将疫苗供应了95个国家 只是占世界人口的53% 那就是有47%的人口 辉瑞是不买疫苗给他们 好了 那这个就是 上半节我想分享的情况 原来这个世界都是 我们常常说 用地球村的角度 大家去合作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发觉原来不是的 当真正是落实了很多商业的合约 甚至乎牵涉到拯救全球的一个疫情 当中这些公司 结果呢 都是为争取自己的利益 以及订立了很多不平等的合约 而 的确就是 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可以挑战到他们 因为大家都在抢疫苗 到大家真的抢疫苗的时候 欧洲和美国的国家 欧美国家 反而就是高价去抢疫苗 而不是 就是想一想 会不会你将那些部分资源 释放回去给那些发展触国家 还有最离谱 刚才最离谱的东西就是 我想 辉瑞和这些国家 就是发展触国家 签合有的时候 说了什么呢 就是说 我卖疫苗给你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有国家捐疫苗给你 你不可以接受 这个才是最离谱 可不可以用几个字形容 很简单 叫做趁你病 拿你命 绝对是趁你病 拿你命 还是拿你命之外 还要我赚了钱 跟着呢 如果别人捐钱给你 捐疫苗给你 你都不可以接受 这个才是最离谱的东西 感谢观看